控制范围之外的东西 所以我不需要去太过多的去介意他 你是怎么样得到那个音乐上面的启发 音乐上面的启发应该是姑姑给的 因为姑姑小时候经常跟姑姑在一起 然后姑姑会给我听她喜欢的东西 或者是给我看她喜欢看的电影 或者她有的时候去工作 因为她是唱和声的 所以她去录音的时候也会带着我 所以我会看到她录和声啊写和声 那就是说她对你的影响就是非常的大 非常大 会比妈妈大吗 我觉得比父母大 那其实做歌手做明星 就是有很多人帮你manage你的style 是不是呢 形象方面呢 我觉得可能还会 如果真的我是百分之百的话 我估计我上节目都得穿着睡衣什么 所以肯定形象方面 我还是会 因为我在这个 我不是很介意 我不是很在乎这个方面的东西 你知道吗 就是所谓的形象 穿什么衣服 所以这方面我还是会一半一半的 我会一半交给公司去 所以一半就是 童童在香港都会和朋友唱下K 最爱陈奕迅 童童表面上好酷 实际上都有疯狂的一面 但问题也没什么避忌 例如有没有拍拖啊 我担心 哇 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